记者无人街新北报道 新北市一群少年今天凌晨零时时 与另一派人马相约树林保安街谈判 警方获报二度到场 发现一名秋进少年头部遭打伤 少年虽不愿提告 但因早有人已将冲突 PO网 警方也已公然质重施强暴 胁迫罪嫌将打人嫌犯 韩纵法办 有少年有人像是议员 料本焉陈情批评警方处理疏失 放任殴打少年嫌犯 树林警方说 或报该案二度前往 全都依法处理 令辖区发生打架案 接第一时间逮货嫌犯 或米平纠纷 一群相识的少年 23日晚间将约树林保安街二段 原要调节有人间口角纠纷 民众见状以为要姿势报警 警方到场驱离 为了这群少年今天凌晨又在相约统一处 双方一言不合 一名男子以安全帽捶伤 17岁 修信少年头部 手 警方再度报场 发现邱嫂受伤 将他送医后询问是否提告 因双方都认识 邱嫂不愿提告 但警方仍依公然质重施强暴 胁迫罪嫌 法办打人的灵性男子 因邱嫂不愿提告 邱嫂有人误以为警方放任打伤 邱嫂嫌犯除将冲突过程影像 PO网还向廖本嫣陈情 树林警方说 警方两度或报道迅速到场 第一次驱离众人 第二次到场 随当事人不提告 也主动法办嫌犯 全都依法处置 16点51分 更新